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第六点就是 让你的品牌案例经常被使用 我们做品牌的话 好多人互设一点 在口碑传播上没有人传播你 即便你在市场上打出很多东西 所以说我们讲 如果说你的品牌经常变压使用 能够更好的变压传播的情况下 你的品牌很会就出来了 你因为有什么好的案例 你的企业哪点做的变压好 哪一点值得别人去学习你 如果这点你做得好 或者说值得别人去学习 别人愿意去学习 那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同时也是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崇拜对象 那他肯定会认同你 或者追随你 想过没有 其实这一点就是 让品牌案例经常被使用 也是一种非常快的品牌收藏方法 但是好多国内的企业 没做到这一点 我打个比方 你看老板金 老板金为什么后期被传得非常神奇 非常奇妙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群体在传播它 因为老板金现在持育主自己在说 哎呀我做得非常好 我做得很大 持育主后来基本上已经不登台了 整经理都不做 不做整经理了 退到幕后了 但是他的案例一直被人家推崇 为什么登山在一起幕后究竟有什么方法 好多企业的话 为什么登山不能在一起 一塌糊涂 一败涂地 第二次机会都没有 结果的话他做到了 你看啊 老板金登山在一起的随秘感 这种非典型现象 让首先让学术界这一批人 学术界的 这批人推崇 研究 特别是想挖掘其成功幕后 隐藏的这些玄机 他要挖掘这个玄机到底是什么 展现自己独特的一些观点 因为在业内被论相告 只要自己发现玄机了 然后在业内被论相告 我发现老板金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了 好多报纸也在吵 好多媒体也在吵 一下子 老板金的这个案例 一下子更加成功 整个社长都知道 老板金这么神奇的一个品牌 肯定做得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 首先就是在学术界这一批人 把他推了一把 但经济这么一推的话 我觉得他达不到这种机制 达到一个高峰的话 可能是一个群体 他是一个多面性的人 第二个就是 对失败者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失败者的话 肯定非常崇拜谁啊 水瑜柱 好多企业是因为市场挤压 结果的话一塌糊涂 失败了 没有登山在一起的机会 但是他羡慕了这个老板金 一下子搞了几十亿回来了 他为什么我做不到 对这些失败者 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你看这群人群肯定是宣传他 第三个就是什么 对以前评判水瑜柱的这个群体 是一个很大的反击 现在好多人一谈起这个水瑜柱 即便是以前否定他的人 也认为这个人不错 确实有两码刷 不然的话怎么会登山在一起呢 结果这么一传播 结果的话什么 拨乱反正 一下子他的形象就成为正面形象 以前是负面形象 一下子成正面形象 第三个就是什么 对追求成功的企业家们 为什么他可以一步到位 短短一两年的话 就是十几个亿回来了 为什么你做不到 你做了十年二十年 你做了两百万和三百三千万 为什么你做不到一个亿 为什么他做到了 所以诺败金他的案例被第三方推崇 被很多群体的推崇 更加把他的品牌推向一个高端 一个极致 所以他的成功 在这个点上做得非常好 当然这不是 史玉柱的品牌 不是他自己在做 他这个典型案例 是市场在操作他 如果说你能创造这么一个点 让市场上反而来操作你 你绝对是成功 这就是第七 对你的品牌 让你的品牌对社会有贡献 这让政府对你有青睐 便能够给你提供一定的便捷 你看你这社会有贡献吗 好多说我对社会有贡献 我在赚钱的同时 对社会有贡献 只要你提到你赚钱了 你对社会的贡献就会大打折扣 好多人不会这么认为 你赚钱你就是为了赚钱 你就是为了利益 对社会做贡献的话 就做什么样的贡献 别人没办法做的 你可以做到的 别人不愿意做的 你做到了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你的贡献 那这个贡献怎么去体现呢 你看河南白相集团 白相是做方便面的 现在国内也是领先品牌 那他为什么现在在 在这个企业上 目前做的非常稳 他不像接麦狼 不像花狼那一下子 一下子抛起来 他做的有点稳 我知道他那个企业运行状况 但他采取了什么策略呢 他采用福利企业发展 这个战略规划 福利企业什么意思 他实际上就是 收缆了一批残疾人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车间 说白了以后 他不可能骑所有的人 他包括上高层办公人 全部是残疾人 他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车间 实际上顶多是其中一个工厂 收缆了一部分的这个什么 残疾人 结果的话什么 政府给他免税了 这一块的话 只要免税 他成本立马进下来 只要成本低 你的竞争筹码一马上来 他比这个花狼的话 这第一点他做的好 可以获得 政府给他免税的话 他一下自己又获得福利 给别人福利同时 自己获得福利了 但是我觉得政府给他福利 还不是唯一的 关键市场给他福利 为什么 因为你有爱心 所以市场上腾勤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残疾人士 特训他们 肯定也是关注你的企业 也会购买你的产品 好了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第二点我们就不说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第三点就是什么 这些残疾人 本身他肯定会什么 对你这个企业 有非常高的一个口碑 他对你是一种赞扬 哎呀 你这个风险精神特别好 这一批人 肯定自己还是要买什么 这个产品 肯定自己也买产品 好了 这么一件事 获得三个群体的青睐 为什么你不做呢 好多企业的话 这做公益活动 很麻木 那我们有好多 你的品牌里面 你的品牌给你感觉非常生硬 你就是为了赚钱而存在 你除了赚钱 后面没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 我让你赚钱 给张三赚钱 不是一样吗 我给张三给李四没有区别 但是你就要做到 给张三给李四之间 绝对有区别 做到这一点吗 但是好多企业品牌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就说 让你的品牌对社会有贡献 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你的品牌 一下子 就可以在众多品牌当中 被人家一下子识别出来 而且他对你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 这种方法非常好 好我们看看第八个 让你的员工 以你的品牌为重 好多企业员工 一提到品牌 自己的品牌 毫无什么态度 非常麻木不仁 为什么 你品牌做得肯定的 哪地方有问题 那就现在我们要反共来这么看 让你的员工 以你的品牌为重 如果你的员工内部的话 如果都乱了 那外部不可能好 特别是企业文化 展示出来的东西非常散 你的客户来了以后 一看 你这鞋这么乱 干脆把OK了 拜拜了 回去了 看了以后他不放心 所以这里面什么意思 就是你让你的员工 对你品牌有荣耀感 让你的合作房 能够有信任或依赖感 你的合作房对你个信任 中国上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市场上没成信 那我们就不谈市场成信 关键就是你的合作房 对你都没有成信 你的渠道商 渠道商是企业的一部分 你的一部分都不相信自己 你就变成说 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怎么让别人去相信你 你说不到 所以呢 所以有很多中国企业 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如果说 你一旦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口碑立马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讲 这个案例 空调要向奥克斯 空调要向奥克斯 第一次广告的时候 它并不是请名人代言 它说什么 它搞了一个员工万人宣誓大会 可能没有一万个人 几百个人 生死立马出来了 但是这个宣誓体验几个点 三个点 第一个 员工的团结精神和经营求精的精神 更能体现企业的追求 更能体现企业的生命力和活力 你看这员工的追求 实际上员工的追求 更能体现企业的追求 员工追求越高 追求的话 就是团结度越高 给外人感觉的话 越有什么活力和生命力 一下感觉有你的企业 是一直在追求向上的 给这样的企业合作 我放心 渠道商会找你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 说明这个群体的高度责任感 你看 比一个明星代言 更有强大的感到力 他非常有高度的责任感 为什么 我们对企业负责任 所有的员工 你看这个员工在宣誓 我对企业负责任 他实际上意思 在告诉你 告诉所有的消费者 我对企业负责任 我们在一起生产出这产品 就说我对我自己的工作负责 然后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出来的产品 肯定是国内一流的产品 对吧 一流的产品 结果的话 这又创造一个高度 消费者 好了 第二 第三 员工的工作一致性 协调性 保证产品质量 你想过没有 如果是产品 工作不协调 今天里面乱七八糟 工作不一致 你的产品质量不可能好 不可能好 那就啥 所以这三个点 宣誓上就体验了三个点 这三个点 基本上就成就了品牌的核心 出来了 一看 这么一个品牌的话 是什么 是可以信任的 可以什么 合作的 可以依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员工的宣誓 体现了员工对品牌的认腾感 员工对品牌的认腾感 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 它也是成功的一个捷径 你比如说 它有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 员工的精神面貌 面貌形象 能对客户和合作房说明一切 如果一个合作房 看着你这企业的员工 面貌精神面貌不好 肯定是因为他对企业不满 他对企业不满 是因为企业肯定有问题 他就不会跟你合作了 不要让客户看到你的员工 对企业有意见 这第一 第二就是对员工好的企业 对市场同样负责 你想过没有 对自己员工如果不好 你怎么样让人家相信 你对市场还负责 做不到 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个就是 员工也是企业形象代言人 有没有好多人找明星 实际上员工也是企业形象代言人 老板是企业形象代言人 你的员工也是企业形象代言人 想过没有 他的口碑更能说明一切 员工肯定企业是现实说法 是现实说法 真实体验的效果 真实体验的结果 员工否认企业 就直接暴露自己的 就等于直接暴露自己的弱点 所以这一点就是 第三点就是 员工也是企业形象代言人 老板们要必须要 就是企业负责人这一块 包括营销人这一块 就是这一点 你的营销员工 他也是什么 企业形象代言人 走出去这部分员工 最能体验出 你的企业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最能体验品牌形象 他要出现问题 他要像市场上 出达一种不好的信息 就等于直接暴露你自己的弱点 这一点的话 是好多企业忽略了 好多企业忽略了 所以说员工的宣誓 员工对品牌的认同度 也是品牌成功的一个捷径 成功的捷径 第八个点就是 让你的员工 以你的品牌为荣 你的品牌 就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到信任 并发生依赖 我们再看看第九个点 你的品牌 要么就充满神秘感 创造神秘 让人家去揭开你的神秘 这样的话发生一个什么 发生一种潮流和趋势 那你的品牌 要么就发生有神秘感 要么你就不要做 做一般的这种 公开暴露这种 这种没有神秘感的信息 一般市场上太多 人家根本就没办法去认同你 去区分你 没办法辨别 好像我们看 这个怎么样 让自己充满神秘感 你看这个库尔斯 库尔斯啤酒是美国的 怎样中国它相当于西藏 它这个美国的生产厂家 也在美国的西部 但是中国的西藏 好多人对中国的西藏 一直充满神秘感 是不是大浪封杀 大风大杀 到处有什么弥漫的一些 一些尘土 这些东西的话 他都是渴望想了解了一些 真实的信息 有神秘感 但是我跟你说 库尔斯啤酒的话 在美国的西部 和中国的西藏 这点相似 创造成一个神秘感 对市场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你看 神秘点一 西部人去的越少 西部人越去的越少 对西部人了解的越少 所以传出来的东西 可能都是真 他没办法验证 所以说库尔斯啤酒厂 他的生产厂 就在美国的西部 所以这一点 他肯定留下 一直留下一个神秘感 他这个地方留下 他很爽 越是越爽 没看到神秘 这是第一个神秘感 第二个神秘感有什么 他西部环境是没有污染的 灯部的话 到处都是什么 人口聚集 环境污染很大 西部既然没有污染 他脂量可能会更好 脂量非常清水 口味也特别好 关键就是落实在一个点上 口味肯定特别 水好 他调料好 肯定他的口味也特别好 口味特殊 用到这个 我们在引用这种啤酒的时候 肯定又找到 又回到了西部 又感到那种神秘感 那种舒适 那种舒畅 心里那种腾飞的感觉 神秘感一直在伴回自己 是吧 神秘点三 很多贵族人也喜欢这种啤酒 他为什么贵族人会喜欢这种啤酒呢 因为只有这种 又神秘的这种品牌 很多人不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到 如果否则的话 很多人都可以买到 这种品牌根本就没有什么 因为就没有一个神秘感 它实际上是有限量营销的 比如说 越是限量的东西 越是有价格 价值高的东西 越是只剩一少部分人去消费 这一少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企业的形象代言人 实际上也就是消费者的 一见领袖 消费者的代表 结果 他的消费者代表是哪一批人 就是贵族 贵族用这种啤酒 像是人展示的一切 这种啤酒 肯定是一种高档的啤酒 肯定是一种高档的啤酒 结果的话 甚至连整腾 所以库尔斯的啤酒在美国西部 非常有什么 生命力和活力 实际上它一直很生命 后面不知道它里面 究竟有多少人 多少员工 有多少个厂房 不知道 你看 库尔斯是不打广告的 他为什么不打广告 他产品销量很好 供不应求了 不需要打广告了 结果的话 现在还有个问题 他就拍了一次广告 拍了一次广告以后 他那个广告拍的基地 大家都去看 都成为旅游景点 库尔斯在哪地方拍了广告 结果它就这种生命感的话 可以延伸和扩张 如果你的品牌有生命感 你的品牌的生命感 可以延伸扩张到 每一个领域里面去 包括你的广告 结果的话 你的品牌越来越发生一些 越来越发生的一种诱惑力 结果就是 它的市场营销 就不言而喻了 产品营销又不言而喻了 所以说 让你的品牌出面生命感 肯定 你的品牌会赢得 一部分人 青睐和追求 当然这部分人肯定会 想揭开你的生命感 越想揭开你的生命感 你就越保留生命感 形成循环 只要你的生命感 永远不公布于是 你的品牌市场营销 永远可以实现循环 以推动管理者 走向成功为己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 共同成长 时代光滑 做通路很困难 为什么 渠道商不稳定 今天在 明天走 他提出的种种 苛刻的要求 企业根本没办法满足 如果你满足了经销商 你根本没办法满足市场 没办法满足消费者 通路就给你全部消耗掉了 如果你要满足市场 你可能就很难满足经销商 这两个点的话 你难以批了 怎么办呢 我就说 我们要采取一种 非常规的通路这种模式 创造一种特殊的现象 那现在我们讲 这种非常规的通路运作方法 怎么运作 我们就看下面几个点 如何运用非常规的通路运作模式 让你的通路快速在这个市场上 称霸称王 好 我们看看 通路模式第一个现象 互动现象 让你的渠道商 始终跟着你的步伐在动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就是时刻保持有他们互动 保持有他们互动 信息渠道要畅通 他们提出的相关意见 能够及时给你解决 当然我就说 这种互动现象的话 也是有方法 是有方法的 大家能不能建设 建设这种一种特殊的方法 就看你的企业创意能力 和创造能力了 那我现在就讲几个 就是有独特点的 这么一个通路现象 通路现象就是怎么样互动的 第一个微软 微软的这个渠道上 像比尔盖茨 大家都知道 比尔盖茨可能很忙 非常忙 一天的话可能 总统也接见他 正常的话 全世界都到处乱跑 但是他有一件事一直在做 就是什么呢 他的电子邮箱 永远是没让自己的员工公开的 包括他自己的同路合作商 只要你有时间 你大可以向比尔盖茨 发一份邮件 他很有可能跟你回 这在美国是这样的 他这样做的好处有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老板 可以让员工 可以发邮件给老板呢 这样做的有几个好处呢 第一就是 老板是企业最真实的代表 实际上有老板请别人代言 实际上 真正的代言人是老板 所有的合作方 并不是看你 你请哪个美女比较漂亮 哪个明星比较 资源度比较大 他在看你老板在干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是不是讲信用 你没有能力 来支撑这条船 如果把握不好 掌握不好多 肯定会 我们会下船 就是老板 他是企业最真实的代表 他的能力 决定了 你能力高低 决定了就是 经销商和你合作的面大小 所以老板要时刻修炼 提升这种能力 就是说 老板是企业最真实的代表 像老板反应问题 才能找到心理平衡 所有的人都想 只找到被您尊重的这种感觉 像老板反应问题 才会找到这种感觉 像员工反应问题 员工拍不了板 第二个 他说实上是企业的代表人 他实际上做不了 他根本就不是企业代表 有几个老板 让自己的员工全员代表自己 没有一个 所以你的经销商 你的通货商 包括你的员工 只有把自己的问题 如实地反映到老板那里去 心里面才能找到平衡的感觉 一旦找到这种平衡的感觉 好了 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老板千万不要紧张起来 让你的合作伙伴见不到你 立马就会患到患失 找不到了 患到患失 问题这里面怎么办 不仅是你的合作方 找不到你患到患失 你的企业内部的这些负责人 找不到你的话 他也没办法汇报 没办法汇报 根本就没办法 就是去拍板决策 如果做错了 他承担责任 如果做好了 可能也好一点 当然了 就是一般通货商 反应的问题 都是非常起初的 你根本下面员工 拍不了板 所以老板必须让人家 吃坑的找到你 一些老板躲起来 躲什么 躲账 那我们就不谈 你可以搞几套 几个号码 所以说 构建可以直接 直通最高角色的信息渠道 是保持互动的 这么一个核心要素之一 好多老板 看看有没有 你有没有一个员工 跟员工沟通的渠道 没有 你有没有和通路商 就是彻底的弹工心 没有 那你的互动可能性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第一步建立信息渠道 微软做到了 第二个就是 整裁接见日 或者接见月 接见周 那为什么要推阻 整裁接见日 我刚才说了 你既然是 电子渠道 可以发信息上 是疼了 那为什么还要接见 信息上疼了 永远不代表什么 感情上的沟通 所以说整裁接见 实际上是一种 感情的沟通和表达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整裁可以和你的合作房 进行洗脑和换脑 这个时候的话 好多整裁做不到了 他也不会见自己的经销商 他认为 我认为这个做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做呢 定期做 并不是什么 时刻做 定期给时刻 时时刻刻是两码事 你看 整裁接见日 整裁接见月 还是整裁张仁敏的话 曾经做过这个事 但是后来 他就没推进下来 结果就是疯掉了 我这里面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对外避险掌内 为什么要提出 整裁接见日 对外避险掌内 如果企业内部失去平衡 这样的不平衡现象 会严肃或扩散 最终导致员工 会成为企业的潜在敌人 造成最大的损失 这件事 想过没有 如果你的员工 积累了怨恨 没办法发泄 他会到企业 带来反面的影响 如果你的通路商 如果说对你 产生怨恨 如果没办法解决 他会采行一些 极端的一些行为 这样的行为的话 都会成为什么 你的企业敌人 所以你就时刻 时刻了解自己 今天还有可能 是你的朋友的 这么一个市场合作伙伴 明天就有可能 成为你的敌人 但是解决这样的方法 就是什么 你就接见他 就是进行一次 感情上的沟通 定期举办 整台接见日 整台接见月 或整台接见日 这样的话 得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 把一个敌人 变回朋友 是最好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 这是第二个 就是整台接见日 仅仅信息沟通不行 还有感情沟通 第三个就是 企业内部理会 到企业外部理会 有几个企业 给你的经销商通路商 开过理会 很少有 我说中国的企业 为什么这点不会做 你看 自己的员工 然后一招呼 全都来了 但是通路商 它也是企业 你内部的一部分 为什么你不能 把他们招呼来 定期的开理会 你看我没看 安徽有个挂子 挂子场就 没完没了挂子 这个挂子的话 他就是经常 跟经销商通路商 开理会 如果有些远来 那我不怕 我可以派一些 办事处当的地方去 但是呢 一定会要坚持开 开理会的目的是什么 记住 不要只给你的经销商 开整结会 我刚才说了 你的结果 有可能是什么 是成功的 你的过程已经失败了 好多企业的市场崩溃 就一夜之间 它崩溃到后来 找不到自己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过程是失败的 过程失败 造成别人的最终的结果 当然你可能 结段性的结果 你是成功的 结段性的结果 你是成功的 你看 不要只给你的经销商 开整结会 这样的话 就太过于形式化 解决不了任何设计问题 而要不断地 跟他们开什么 激励会和方法会 特别是方法会 好多企业的政裁的话 要制定一套非常好的方法 时刻告诉他们 做这事的方法是什么 只要你的经销商 时刻感觉到 你的政裁在时刻后面 推着他们往前走 企业负责人 或者营销经理 营销负责人 再推着他们 一直往前走 这个经销商就会 对你发生依赖感 所以为什么不给经销商 创造这么一个机会 对你发生依赖感 只要对你发生依赖感 好了 再掏他们的钱 非常容易 再用他们的资源 也非常容易 所以我就说 企业内部理会 从现在开始 走向企业 开经销商的外部理会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方法 目前中国的企业 好多人没做 第四个 供应传公关会议 我说了 在整个合作链财当中 从上游的供应商 到生产商 到销售商 渠道商 终端商 在这个供应 这个体系链财里面 谁先后凳 谁就是链足 好多企业说 我要做链足 你怎么做 你互动不了 如果说 你能先互动起来 你就是链足 好多企业的话 把这个机会 让给别人了 你比如说 像那个谁 苏宁 为什么像国美 苏宁这么牛 他时刻在开什么 开这个通路会 他开这个通路会 是目的是什么 他利用反激能的关系 对上游的供应商 进行控制 结果的话 上游经商 又来又改变 哎呀 挺麻烦 如果说 你想过没有 如果像海尔 这样的著名品牌 所有的品牌 80%的品牌 所以我说了 谁现在在这个市场上 能互动 谁就是链足 所以现在链足是谁 是国美 国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哎呀 苏宁 互动就是 你互动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影响思想 思想发生改变 行为立马就改变 想过没有 要改变一个人 行为并不是上来 告诉他 哎呀 你怎么怎么做 不是 要改变到思想 只要思想改变了 行为 不要你告诉他 怎么做 好多企业 这个经销人 他实际上 在想办法改变市场的行为 而不是改变市场的思想 这句话 这点是他们做的 最失败的一个事情 第四个就是 供应商 供应商公关性会议 要开 要仓开 要仓开 第五个 看我们讲 最后第五一个小证件 互动是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只有沟通和交流 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 保持整个流通渠道的畅通 保持系统的 持续的高度的战斗力 即时沟通和交流 然后时刻的话 把握人家的感情 时刻的话 解决什么市场风险 时刻的话 留意市场动态 时刻的话 进行制定战斗 新的战斗战斗策略 结果的话 发现你的整个系统 一直保存在高度的战斗力 所以我就说了 互动的结果 什么结果 互动的结果就是什么 让你的整个系统 保持持续的战斗力 所以我就讲 第一个点 通路率第一个点 就是什么 非常规通路第一个点 让你的整个的 通路系统 动起来 动起来是你第一目标 第二个 稳定 渠道稳定了 市场才能稳定 如果渠道不稳定 因为市场一般 好多市场资源 是控制在渠道商 手里面去的 它不稳定 市场立马就什么 一马就断掉 一马就断了线 你根本困制不了 如果说你 如果说是一个风筝的话 你是什么 一个人 如果风筝的话 是市场 这个线 就是你的什么 通路商 好多企业不了解这一点 线 通路商是联业风筝的线 风筝是市场 只要这个线在 风筝就在 线不在 风筝立马就 就会跑掉 所以我现在就讲 第二 你要了解你的 通路商究竟是什么人 你看 渠道稳定就等于市场稳定 渠道稳定的话 必须明确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 时刻把握市场资源 你不能让他 所有的资源都推给他 你要把握市场资源 第二就是 建立市场引力系统 让你的市场 时刻在这个引力系统 周边的话 进行循环 再转动 第三个是 让公司发挥影响力 让你的渠道商 感觉到公司无处不在 好多企业感觉不到 市场存在 感觉不到企业存在 他自己的话 那个什么 市场上自己的话 随时可以做主 随时可以降价 随时可以抛售 随时可以什么 退货 这样的话 搞到后来结果就是什么 最后来吃亏的损失 最大的损失 吃亏的是谁啊 是企业 所以我说了 渠道50现象 要讲究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把握市场资源 第二个建立市场引力体系 第三个 让公司发挥影响力 让渠道商 感觉到你 时刻存在 时刻在影响力 稳定二批 又等于稳定 稳住一批 什么意思 永远这样的话 我直接控制一批 我设什么整代理 好了市场我都推给你了 军阀割据 这种市场资源 根本就不可能是你的 市场资源永远是你的什么 永远是你的合作伙伴 你只是一个成为他们的打工仔 记住 企业不要成为 通路上打工仔 现在好多企业老板 是通路上打工仔 之前他没那么明白 他还认为 通路上是他打工仔 你错掉了 你以为他们创造了 很多赚钱的机会 但是这些你还控制不了他 对你还没有正中度 就是稳定二批 就可以稳住一批 怎么样稳住第一批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稳住一批周边的 网络群体的第二批 这是合计方法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马达姐的糖块 它这个市场 有一种方法 就是百牙店 百牙商 签加店 我们不仅推 百牙代理商 我们要推一千家店 但是一千家店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管理 这一家店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一千家店 是一百家商的什么 它的市场资源 我把握它的市场资源 通过控制它的网络 来实现什么 控制他们的什么 控制我们的这个 控制这些一批 控制它的核心经销商 结果的话 这也是什么 解放农村 包围城市的一种战略 只要把农村 全部解放了 城市不取 也是你的 只要断了他们的资源 他根本就没办法生存 所以现在就是 我把握他们的资源 目的就是控制 一批经销商的生存权力 生存的这个能力和资源 好 就是 先奔奖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